龙公子 老朽打扰了 铁大人 有事请进来说 是 老朽前来有不情之请 想请公子鼎力相助 请说 我们的遭遇公子都知道了 此去南平还有一段路程 公主的护驾卫士 又权术遇难 老朽护主心切 想请公子你 保护我们公主的安全 直至返回南平 不知公子能否施以援手啊 铁大人 你有没有搞错 你要我们公子 给你当保镖护卫啊 飞儿 你插什么嘴 一点规矩都没有 是 龙公子千万不要误会 老朽绝不敢做如此想 没关系 我明白 铁大人不必担心 正好我们最近也没有什么事情 也打算四处游玩一番 去南平也不错嘛 正好结伴而行 就当是顺路吧 一路之上也不会寂寞 是吧 太好了 太好了 多谢龙公子 老朽告退了 请 王爷 这样不太好了 谁说的 人家凤衣公主随时会有困难 能帮助人家一点就帮人家一点 是不是 何况我正好趁这个结婚弄明白 他们到底为什么要退婚呢 我到底哪点不好 九双姑娘 我来 不用不用 这种活不是你们男人干的 你在刻什么 没什么 我 我刻着玩的 让我看看好吗 你在刻人像 刻的是谁呀 菩萨 我刻的是人 而且是个女人 是 是你的情人 我 我没有情人 那 那一定是你的梦中情人 应该是吧 可是我还不知道 他长什么样子 那下回再做梦啊 一定要看清楚了 好 我会记得的 可好了 记得让我看看 秋双姑娘 秋双姑娘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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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很不好 从小就是这样 那为什么不找位大夫 好好看看她 夏宇是南平国有名的女画图 她也看不好 找其他大夫有什么用呢 究竟是什么病啊 她说 为的心和肺都有问题 可是一般的药我都治不好 日子久了 我也习惯了 就随她去吧 夏宇早就说过 要你别看那么多书 其实那根本没有关系 我看书 我看书看一遍就记住了 花不了多少心思 可她偏偏却说 是天度七才 好像我真有什么了不起的才能一样 真是好笑 依我看呀 应该是天度红颜才对 老天爷看你长得太美了 所以才让你身体这么 你觉得我很美吗 还可以了 麻麻糊糊 什么麻麻糊糊 秋双是我们南平国有名的大美人 你们这些男人哪就是言不由衷 春风 我又没说错 龙妃 我可告诉你啊 秋双可不会看上你那种有嘴滑舌的人 你还是趁早死了心吧你 春风 别瞎说 我又不是瞎说 他们这些臭男人哪 看见了美女 就像苍蝇看见了蜜糖 别理他 我才没有呢 哎掌柜的 不在前挺忙活 你跑到这儿乡房来干嘛呀 小公子 两位姑娘 我是来看看各位住的好不好 有没有什么需要小店服务的 哎 看不出来你这店面不大 嘿 服务倒是蛮周大的啊 应该的 应该的 掌柜的不劳费心 我们都安顿好了 只要别让人要来吵到我们家小姐就行了 嗯 一定一定 我会交代他们 没事别往乡房里来就是了 嗯 你们家小姐是住这间房 嗯 没错 你记清楚就行了 哈哈 是是 不打扰了 不打扰了 哎 这家客栈倒是蛮热心的嘛 当然 人家又不像你 别有用心 嗯 春风 别理他 我们回房去 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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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双 那个龙飞最讨厌了 以后你不要理他 对呀 那个龙飞老是故意找机会和秋双搭讪 我算准了 他一定没养好心 我们秋双才不会看上他呢 我们秋双一定要找一个饱读诗书的书生 那才配得上他 对不对啊秋双 那你呢 你要找个什么样的人 依我看要找个温柔体贴的 只要是下雨一哭 他就会心碎的那种男人 讨厌 又欺负我 要不然 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呢 我呀 我要找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至少他一定要让着我 不能欺负我 那很难呐 像你这样的小可怜 谁见了都忍不住想欺负你 看着你哭 挺好玩的 嘿嘿 你别净说我 你呢你呢 将来啊 你一定要找一个凶巴巴的老公 只有那样才能治得住你 哼 不可能 我才不会让男人爬到我头上来呢 我不像冬雪 他喜欢的男人 武功一定要比他高 哎呀 那冬雪 岂不是要嫁不出去了吗 冬雪的武功已经那么高了 要比他高 那就只有找一个 武功一流的老头子了 你们别扯到我头上啊 我对男人不敢信心 那是你还没有遇到自己喜欢的 如果遇上了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好啦 你们几个丫头 我看出来了 公主看出什么来了 真是的 女孩子家怎么越大越不害臊了 公主 公主 其实啊 这也难怪了 算一算呢 年纪也不小了 也该想想婆家了 我还真希望 你们每个人都能有个好归宿 公主 我才不嫁呢 要嫁他们去嫁 我也要陪着公主 你呀 人小鬼大 嘴里说不想要 心里想着的 公主 你看嘛 淳风又欺负我 他没有欺负你 你年纪最小 当然最疼你了 有的时候 我还真羡慕你们 至少 对自己的将来 充满了幻想 不像我 不像我 公主 你也会有好归宿的 别安慰我了 我身为公主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处处比人强 可是面临自己的婚姻大事 却谁也比不上 因为我知道 我必须为了南平国 去接受一个 永远都不可能 幸福的政治婚姻 公主 别这么想 这回陛下不是退婚了吗 说不定 陛下也不忍心 让公主做这种 政治婚姻的牺牲品 嗯 以后公主 一定会有一个幸福的归宿 可是退婚的真正原因 到现在还不清楚啊 但愿就像你说的 父王是疼爱我才这样做的 公主放心 一定是这样的 对对 你们哪 好了 不管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一定会努力 为自己争取一个好姻缘 时候不早了 你们早点休息吧 嗯 是 秋霜和下雨 你们回房睡觉去 我和冬雪轮流守护公主 哎 这怎么行啊 你们也得睡啊 公主放心 我和冬雪轮流守夜 累不着的 好吧好吧 随你们吧 我选在门口 嗯 一个是站以后 我出来换呗 嗯 王爷 您还不睡啊 没看见我正在喝酒吗 非要正在奇怪 好端端的 王爷怎么会一个人喝酒呢 既然不能睡觉 不喝酒我还能干什么呀 王爷为什么不能睡觉啊 你认为今天晚上 没有事情会发生吗 今夜那有什么事啊 还不是那个凤仪公主的事情吗 啊 王爷是说今夜会有人来找她的麻烦 哎 你也听他们说了 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发生的事情 嗯 你以为他们所说的黑衣人是从何而来目的何在 嗯 这 非要真的猜不出来 根本就不用猜 一清二楚啊 嗯 此地是蜀国境内 那些黑衣人来自南平 两国之间又刚刚退了婚 显然是有人不愿意看到凤仪公主回到南平 虽然被我们挡了一阵子 可是那些人 会亲言放弃善罢甘休 夜宿客栈龙蛇混杂 趁此时机正好下手 王爷认为他们会是什么人 嗯 不知道 所以我才想看看嘛 尤其是 他们今夜必来 哦 好 非要陪王爷等 你在我这等他们就不会来了 为什么 哎呀 他们和我们交过手 如果看到我们没有睡觉 他们是绝对不会轻举妄动的 嗯 嗯 只有等到我喝得差不多了 上床睡觉之后 才是他们的动手之时 那我呢 你 嗯 回房睡觉去 不过 要紧缺一点 最好是合一而眠 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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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你很久了 龙公子 你怎么不去追呀 善于 善于 没关系 那个人不是东雪的对手 那会不会让他跑掉了呢 没问题 我在上面看了清清楚楚 谁也逃不出客栈 东雪 春风 抓到了吗 我们追到后面 那人已不见了 只留下这个 东雪伤了他 他应该跑不远的 这人应该混进了住店客人中间 并没有离开客栈 那我们就一间一间地搜 我看算了吧 会吵到其他客人的 公主 那怎么能算呢 他分明是冲着公主来的嘛 是啊 公主 所以我们必须要查清楚 那个人的身份 这样才能知道对方是从哪来的 他的目的又何在 秋双 他会不会是黑风三十六旗的人 不是 秋双 你这么有把握 嗯 黑风三十六旗福色一致 这蒙面金和他们用的不一样 对 我和他们交手多次 的确不一样 所以有必要查清楚 公主 我先把掌柜找来 要他通知客人 哎 不 如果因为这个缘故 查到其他客人 是说不过去的 再说 这里不是南平国 我们不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 我们何不等到天亮 我们守在前厅后院 把客人一个个地查验 应该查得出来 这样的话 客人也不会有意见吧 他方才蒙着脸 我们怎么知道是哪一个啊 夏宇 我说错什么了 他左腿受了伤 一查就查出来了 不对不对 如果天还没亮就跑了呢 夏宇 好吧 飞儿 公子 你就先留在上面 不要下来了 如果有人想离开客栈的话 立刻制止 并且通知大家 千万别让那个人给溜走了 是 公子 公主 现在离天亮还早 我看各位 还是先回房休息吧 嗯 嗯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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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客官 慢走 嗯 两位姑娘 没有什么可以的人呢 嗯 嗯 掌柜的 哎 哎 你们客栈 还有多少客人啊 啊 东乡房里还有客人 那其他的呢 嗯 没有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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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再等一会儿 是 嗯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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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啊 哎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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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哎哎呀 姑娘 这很难说 我总不能把客人给轰出来嘛 我们去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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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太合适吧 东雪 也许人家还在睡 也许人家根本就打算 在屋里待上一天 我们又不是官府 不好随便搭搅人家吧 就说 我也觉得不合适搭搅人家 是吧 掌柜的 是是是 还是这位姑娘名示礼啊 如果我们去查 一定得麻烦掌柜的带路 这对掌柜的来说 未免太强人所难了 不不不 我没事 我是担心客人 掌柜的当然有事 姑娘说什么呢 我不明白 掌柜的腿不方便 怎么好走路呢 姑娘 姑娘 我误会了 你左腿的伤又在流血了 你 不是我框你 连下雨都看出来了 对 腿上有伤的人 也许可以忍着痛走路 你的肩膀一高一低 却露了底 好啊 你倒装得挺像 姑娘 你们确实误会了 其实我 别动 别过来 你过来的话 叫她赔上一条命 别乱来 别乱来 公主 别动 你条公主的命 已经为了 贱命之前多了 这笔账你们会算的 你赔定了 你别过来 我会杀了她 引箭 千万不要乱来 会伤着公主的 放人 哼 她是我的护身符 我怎么能放她呢 你要是不放人 就得死了 我就不相信 你比我还快 是吗 公主 你都没事吧 公主 该相信 阿姨啊 你都把她给杀了 这样岂不是查不出 她的身份来了吗 菲儿 没关系 没关系 公主的安全最重要 多谢尹少侠 赞你出手 谢谢你啊 迎接 亦是公主的意 公主啊 现在出了人命 官府一旦来查 纠缠不清 我们还是赶快离开吧 可是这里 这里 就交给菲儿了 反正你们家有亲戚在官府 处理起来方便 那太好了 大家赶快去准备一下 快去去去去 公主啊 你也去准备一下 对了 你借 要是没别的事 跟我们一起出城吧 公主 快去快去 快去 等着我啊 菲儿 去办事 好快的剑哪 不过你也可以不杀他呢 不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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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仪公主她们出城了 是 她们在住店的时候 可曾发生过什么事情 尹大人怎么知道 客栈里发生的事情 我是在问你 听说她们离开客栈以后 衙门去处理梨庄命案 死者是客栈的掌柜 可恶 尹大人 你继续说 根据店里的其他客人说 昨天夜里发生了打斗 有人刺杀凤仪公主不成 有一个姓龙的插手 那个姓龙的 也就是曾经和我们交过手的 同一个人 姓龙的主仆 你们还没有把她除掉 还没有 哼 这么说来 只要她们在 你们永远抓不住凤仪公主了 我们会再找机会下手 在此之前 你先把封无极给我找来 我要见她一面 那不可能 你说什么 我家主人从不离开南平 否则我们遇到阻碍 她早就亲自出马了 如果我要亲自见她呢 还请尹大人回南平一趟 你 你 你们不是有飞鸽传书吗 替我通知封无极 她来或者不来 总要给我个讯息 是 你最好告诉她 如果她再不采取行动 凤仪公主就要回南平了 她自会斟酌的 是 还有 如果你们真想完成抓凤仪公主的任务 最好把她逼离关到 一旦走上荒郊野地 下手容易些 明白吗 林大人放心 我们正打算如此 那好吧 快去吧 告辞 铁大人 有件事我实在弄不明白 你能不能给我答案呢 请讲 如果没记错的话 你们是要尽快赶回南平 对不对 对啊 那为什么不骑马呢 四条腿总比两条腿要快吧 这个 没说错吧 要是骑快马呢 一天就到了 走路呢 至少也得半个月呢 龙兄弟 这个道理我也懂 可是 可是公主不会骑马 飞儿 你喊什么 公子 你 你你刚刚青年铁大人说什么了吧 她说啊 公主啊连马都不会骑 不会骑马怎么样 谁天生会骑马的 对啊 我也不会骑马 不要活得好好的 除了春风和冬雪 我们都不会骑马 嗯 啊 啊 啊 这 铁大人 你 你也 老朽是文官 年轻的时候骑过马 如今年级一大把了 再骑也骑不通了 啊 哈哈哈哈 这这这也太奇怪了吧 嗯 有什么奇怪的 女子骑马本来就不多 而且公主在南平国 又不经常出宫 就算出宫 也会坐车成轿 怎么会骑马呢 这是少见多怪 嗯 公子 说得不错呀 是没有必须要 人人都会骑马的道理 那 那你们就坐马车啊 马车虽然比不上快马 可是比走路强多了 嗯 不容易呀飞儿 你总算是说对了一次 嗯 公子夸奖 可是马车的目标太明显了 公主这一路上 最起码有两路人马 在暗中盯烧她 要想摆脱他们 走路确实是个好办法 不过 大家都要当心哪 龙公子 龙兄弟说得有道理吗 我们是可以 顾马车代步了 哦 铁大人不怕太过招摇吗 嗯 只有我们和公主呢 就不太妥当了 如今呢 有尹少侠和龙公子在 就算有歹人想图谋不轨 也很难得逞 嗯 我不陪你们去 啊 嗯 颖剑 我有我自己的事情要办 那好吧 我就不勉强你 不过 还是谢谢你了 不必谢我 在客栈 我是凑巧碰到 好 颖剑虽然走了 不过铁大人的说法依然可行 在经过下一个城镇的时候 我们顾辆马车就是了 哦 多谢龙公子 公主 我们启程吧 哦 好 出发 哎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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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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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万一稍有舒适 恐怕会伤了你们几个 不会武功的人 那怎么办 这样吧 我们不走官道呢 他们的马匹用不上 就不能再这么挡住我们了 恐怕 他们的目的就是如此 要我们离开官道 你说的不错 那就别上他们的当 不 这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要是耗到天黑的话 怕是更难防的 公主以为如何 我会武功 就跟他们拼了 公主 可是可是 可是你不会武功啊 不要你提醒我 他们这样 进进退退的 烦死人了 他们就是希望我们这样 又气又急 那个时候 才是他们下手的最好事迹 哦 还是走 还是不走 还是走 我看我们还是不走官道吧 对 这样也许路会难走一点 可是我们保护你就方便多了 只是 如果不走官道的话 就坐不了马车了 公主 慢就慢点 安全最重要 你们确定 好吧 这样才能知道 他们下一步用什么计策 菲儿 公主 啊 啊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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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要不要休息一下 嗯 行 我还能走 公主啊 你还能走老臣走不动了 秋双姑娘 恐怕也支持不住了吧 我 我 秋双 秋双 来 休息吧 天黑之前恐怕下不了山了 夜里又走不了山路 我看还是先安顿下来 准备过夜 来 好 好 飞儿 公子 你去看看附近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避风的 是 这下你可以如愿以偿了 怎么 你不是一直想找一个能够露宿荒野的机会吗 嗯 我看今天晚上我们是非这样不可了 哦 公主放心 请君我都准备好了 露宿也没有关系 小雨 少说话 我没有说错话 我真的准备好了吗 话太多 小雨 你快过来帮我把把麦 我不太舒服 哦 秋双 你不舒服啊 哦 休息吧 陆兄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麻烦 我看他们好像都已经习惯了 没关系 我也会习惯 公主 别生气啊 谁是我生气的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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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没有生气 没生气 是老老臣弄错了 铁文成 老臣在 我这人是不是很不讲理啊 没有没有啊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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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 别混我了 有的时候 连我自己都觉得很不讲理 好像没有嘛 也不问你了啦 问你永远都问不出一句真话来 你总算来了 我来一趟不容易 有什么急事快说 我们不是说好了杀凤仪公主的吗 为什么你却命令你的手下要生情活捉她呢 我又不是杨思路 我根本不需要什么传国浪刀 我只是不希望杀了凤仪公主 造成你跟杨思路直接的冲突 现在的情况和她翻脸 还早了点 那是我的事 不敢踏实 好 既然你执意如此 我就叫黑风旗杀了她 你不亲自动手 你要我亲自动手 有人管闲事 单凭你的黑风旗怕成不了事 你不是还有人吗 你说我有人 发生过的事瞒不了我 你不是派了杀手在客栈 向刺杀凤仪公主吗 这 那个杀手虽然死了 可是谁知道 你还有多少预备人选呢 会不会 会不会将来 也来对付我呢 我 凤无极你真是多虑了 人我是有几个 可是要对付你凤无极 可是差远了 对付凤仪或许还行 对付你凤无极 恐怕连一根寒毛也动不了啊 你也太看得起我了 要不 我怎么会跟你合作呢 既然是合作 你的人手再加上黑风旗 应该够了 我还得赶回南平 看住杨思路 免得他趁机 除掉你朝中的人 看不出来 你还真是替我想的周到啊 要不然你怎么会认为 值得跟我合作呢 不过杀了凤仪 你手下的黑风旗 千万不能把消息给透露出去啊 为什么 倘若凤仪在蜀国被刺杀 杨思路知道 可就大有文章可做了 哦 他有什么文章可做 他可以无赖是蜀国派人行刺 这样就可以借此挑起两国战端 一旦两国宣战 他既不需要浪刀 又不需要时劳的同意 就可以顺利的继承南平王位 我们的计划不就全落空了吗 是啊 那这个办法啊 杨思路当初为什么没有想到呢 他要是想得到 我早就杀了凤仪了 何必再去找什么传国浪刀呢 哼 武将毕竟是武将 杨思路这么个莽夫 哪比得上我们的头脑啊 尹大人果然智慧过人 那杨思路不败在你手上也难呢 哼 我自认为胜他一筹 要不然我又怎么跟他抗衡呢 不过 这其中 若是少了你风无极的帮助 恐怕也难成事 这么说来 我还是有用啊 来 公主昨晚睡得可好啊 当然好了 还说呢 公主一夜都翻来覆去的 一定没睡好 下雨 下雨 走 怎么不走了 春风 好 是 是一个老婆婆受伤了 下雨 快过去看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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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被毒舌咬了 春风帮我点他学道 免得蛇毒上蹿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 哎呀 小姐她中了蛇毒 必须放出毒血才行 那你就快放啊 我们先停一下 不走了 哎哎哎 婆婆你别乱动 你别乱动 忍一忍啊 轻点啊 马上就好 马上就好了啊 毒血放出来就行了 忍一忍 你看 不是好了吧 好 好啦 行了 毒血排出来了 老婆婆你不会有事的 谢谢 谢谢这位姑娘 哎 老婆 老婆婆 你怎么会一个人在山上的 要小心点 是啊是啊 这位 这位 这位姑娘 啊 这位是我们家小姐 嗯 是是 小姐 我就住在前面的山上 我是以采药为生的 这不今天又出来采药 谁知道 不小心 却被毒蛇咬伤了 哎呀 哎呀 好了好了 我们可以走了 她的毒已经解了 没事了 我们还得赶路呢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没同情心啊 没事 没事的小姐 你们要赶路 就快走吧 我没事的 不 那怎么行啊 老婆婆 你住哪儿 我们送你回去 少管闲事 我们走 哎 你 龙公子 她有伤啊 这个伤不要紧 公子啊 闭上你的嘴 你走不走 我不走 天下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哪 一个老婆婆孤零零的在这儿受了伤 如果没意见就算了 既然遇见了 这儿受不管的道理啊 你别忘了 你现在的处境不同 你真的就能够确定 她是个上山采药的普通妇人吗 我 这位公子啊 我真是来采药的 哦 不信 不信你看 这都是草药啊 是啊 这些是草药没有错 龙公子啊 龙公子啊 我们送她一场也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干脆救人救到底 送佛送上天 好 好啊 只要你们大家都坚持 那我就不管了 龙公子 龙 老婆婆 你住在哪儿 我们送你回去 哦 不用不用了 你们哪 还是快点赶路吧 要不然呢 那位公子该不高兴了 我自己能走啊 哎 哎 老婆婆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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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坐下 哎呦 你还说呢 你看你 站都站不住了 还逞强 还是让我们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不用了 哎呀 我们家小姐都这么说了 婆婆你就不要推辞了 龙飞 来 你背这位婆婆 我 当然是你啊 你是我们当中 唯一年轻力重要的小伙子 你不背 难道让铁管家背呀 嗯 老朽实在不行 有劳 兄弟啊 别看他了 按照他的意思啊 根本把这事当做闲事 他才来那管呢 哎呀 去快去快去去吧 多那些小伙子 对 感谢观看